好的 现在就掌声有请 今天的第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欢迎您 王先生好 怎么称呼呢 我叫王九龄 大家好 王先生好 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啊 我带来一件 北宋鲁窑的天青幼席 哦 鲁窑天青幼 大名鼎鼎啊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那就不用管了 我今天来啊 就让大伙长点见识 你看东西就行了 让我们长见识啊 哟 这是一件多厉害的藏品啊 我的藏品呢 我跟你说啊 这是国宝级的藏品 哦 国宝级的藏品 我看到你们很多期节目 每件藏品呢 也就十万八万的 加在一起啊 都不如我这一件值钱 哦 这么厉害呢 对 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件藏品 怎么个厉害法 它跟那个2017年 香港苏不比拍卖行拍卖的 2.6亿的 鲁窑盘子一模一样 你看这右侧浓淡的变化 它来状态啊 一样 那您为什么还来鉴定啊 我今天呢 就考考各位的眼力怎么样 哦 是来考眼力来了 好吧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 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哦 9999万元 哇 这应该是我们花山论剑舞台上 目前出现的最高的 藏友预期心理价格了 嗯 我现在这个 还是王嫂说了呢 哦 这都王嫂说了 对 我感觉我被这位藏友震住了 那他就赶快让我们的专家来 变假时针 有请 这位藏友 我方便透露一下 你买的多少钱吗 这个你不用问了 你看厂品就行了 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乳遥 你报了一个9990万 其实如果是真品的话 值这个价格 相应说说这个乳观遥 两个遥指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清凉寺 第二个是张公相 这两个遥口呢 是给皇家烧制的 宋渝宗时期的二十多年 乳遥就烧二十多年 当时呢流行一句话啊 就是石遥九不成 就是当时这两个观遥的遥指 烧遥的遥宫 装一百件成品率不超过十件 它的遥味不好 它都烧不住这种天青色 而且还是麻脑如幼 不惜成本 当时都价着连城 目前咱全世界有据可查的 不足一百件 但是不包括民间的产品 这个民间产品 我相信也有 但是那是几率很小的 58年以后呢 就开始恢复乳遥的研发 特别是在八九十年代啊 烧灶技术特别成熟 电遥 气遥都在烧 一件一件乳观遥 首先带 右色的变化 开片的变化 织钉的变化 岁月感的变化 都要复合 才能定为乳观遥的真品 那我们看这件实物 这件呢 就是你说的 拍了两点多亿是吧 确实给这是同款啊 然后开片也相似 就你说的 里面的幼色呀 给主色幼啊 还有变化 龙丹变化都有 有深清 有淡清 织钉呢 是三织钉 乳遥里面 一般不会成双 都是三五七的织钉 这是三个织钉 然后呢 修足也非常好 幼色也非常好 而且这个 龙丹也分明 那这件呢 到底是不是 乳观遥呢 经我鉴定 宴平 这件仙代法 北宋如观遥 天清又喜 这位茶友 我给你说说 为什么宴平 不得出来 我给你 嘻里 它们不得出来 噗子 难道 不是 肯定 不能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就镇住我了 我发现 我们是不是靠镇住的 我们是经过多少的磨练 经过多少的上手 经过跑过多少摇指 才走到今天 我们华山论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右色非常出名 雨过天青 那么它的亲右在宋代的时候 就有笔记轻波杂志就记载 说这个鲁窑是玛瑙鲁右 那么我们历朝历代 后来就留下传说 说这个鲁窑的右里面 它有宝石 有玛瑙 那么有一些人他不了解 就会觉得它可能只是传说 但是等到我们在上个世纪 在鲁窑的窑子 在清凉寺考古发掘 结果在它的核心的窑区 真的发现了有一些 玛瑙的碎石料 那么证明当时的原材料 它确实取了一些玛瑙 作为这个右料的配方 那么根据我们宋代的记载 鲁窑这个地区 它确实盛产玛瑙 而且这个玛瑙在当时品质颇高 可以进入宫廷 作为一些器皿使用 可见当时这个鲁窑 它采用这些玛瑙 它的配方也是非常珍贵的 这一方面又说明了鲁窑的 它的制造成本 也是非常地高昂的 所以说它的珍贵 是从宋代一直延续至今的 确实是非常少见 感谢关卡锡的分享 我建议一下 在以后的收藏 咱们华人剑 不是有个云建平台吗 你选择一位老师 提前给你把保管 这样的话 也给你多成保障 不要盲目地自己去买 追求高达上 主要追求在 首先是针 然后是价格 好吧 好的 这个关注一下 华人剑那个云建平台就可以 好吧 我相信您这次来对我们 华山论剑的专业和权威 肯定是有了这样的认知 有一个非常了不得 华山论剑了不得 专家的确很厉害 好 那就期待着您下次 带着真正好的藏品 再来我们的节目 好的好的一定 好 谢谢 谢谢 掌声欢迎下一位藏友登场 好欢迎您 怎么称呼您呢 啊大家好 我叫武一如 嗯 武女士你好 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啊是启公先生的山水画 啊这是您怎么得到的呀 啊这是我爷爷在十年前买的 十年前买的爷爷有跟您说花了多少钱吗 啊十万块 十年前花了十万 对那爷爷是很喜欢收藏这类的画作吗 啊其实他也不太懂字画 啊啊他是特意买的启公先生的字画 为什么会特意买啊 说来呢我爷爷跟启公先生有一段渊源 啊啊当时呢爷爷就是就读福人大学 然后启公先生是教古文的啊 然后爷爷听过他的课 嗯这是师生关系 对后来呢 后来呃就是爷爷十年前看到了这幅画 啊然后他就想到了那个学生时代 然后出井生情就一咬牙买下了这幅画 是为着当年的这个师生情义然后买的 嗯对一咬牙买的当时是不是也冲动了 嗯你想啊那个时候十年前十万块也不是小数 是那今天为什么想起来来鉴定呢 哦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也不一定这个画就是真的嘛 然后就过来想鉴定一下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好我们来看一下藏有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20万元嗯为什么呢 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了应该会涨一些这个价值吧 好那么这幅作品究竟是不是启公先生的呢 我们就有请专家来变价时针有请 我们这位吴女士啊替爷爷来今天鉴定一件 署名启公先生的山水画 您的爷爷跟启公先生有这个师生的情意是吧 的确这个启先生呢在辅任大学这个当过助教啊 大家都知道 启公先生是我们近年代当中啊 书法家画家又是鉴定家是吧 嗯正像您所说的他呢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和美术史的 而且呢启先生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呢 他也有自己的独到的地方 这个他就讲啊这个中国的山水画发展到元代 是画风最好的时候 艺术风格性格最能突出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人画风 启先生呢在绘画上呢 非常崇拜跟学习明朝人的画风 我们看看您这张这个山水画 作者呀是采用传统的浅降山水画法 画山论著 浅降山水 浅降山水是山水画的一种表现方法 是在水墨勾勒村染的基础上 辅射以褶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 始于五代董元 胜于元代皇宫望 其特点是素雅清淡 明快透彻 在总体上形成暖色调 多用以表现深秋和早春时节 及斜阳西照的景色 以树 石 云 水为主要表现内容 这幅画呢 这个章法是采用的 这个高原法 山的主峰让你能昂头仰视 画的中间呢 左右两侧呢 一开一合左右呼应 山下呢 岩石杂树披麻村 沟村点染 十分三面 数分四只 左上角呢 还有作者的提款 云峰先生雅正 看来是送朋友的 假身 1944年 下 圆白 启公 写 印章呢 启公 白文 圆白 居士 朱文 这幅画是卷本 米黄色跟淡青 两色 全灵 宣和装表 画山论著 宣和装表 创始于宋徽宗 宣和年间 故称之为宣和装 逐渐改变了北宋 以前只有平卷 几乎没有挂轴的 装表形式 此种款式 适用于较宽的画芯 不惜工本 在上下加黄圈的隔水 或有锦圈的边框 上下再加全灵的天头地头 使整个表间的长 是宽的三到四倍 甚至更多倍 使画芯更显古朴精致 装表的时间 大约得五十年以上了 尽管这么长时间 画面还是保存比较完好的 说了这么多 到底这幅画 是不是作者本人真迹呢 通过分析 经我鉴定 真迹 这是启慕先生 画的显像三成真迹 我说一下看真的理由吧 这幅画很好坚定 第一 它有时代感 说白了也就是 那个时代人做的是画的画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人怎么也有许多 是模仿不到的 四四年 启慕先生正是三十多岁 这个时期 他正是全面接受 传统古人的绘画技法的时候 他学董奇昌 这幅画 说实在的 九成 完全是你古人的笔法 而尽少的一部分 是他自己的个人风格 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唯独能稍微能看出自己个性呢 就是他上边的两行提款 是吧 他这两行小凯提款 还是有他个人的风格特性的 是吧 从我们看他晚年的 这个成熟的书法 跟现在这个书体相当吻合 所以从书写的提款 到画风来讲 说实在 完全是启慕先生的真迹 就这幅画呢 这个我给您一个市场 比较认可的一个价格吧 好的 请专家输入估价 我们专家的估价呢 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 暂时封存起来 为的是不影响店主的报价 现在呢 就来了解一下 这件藏品的市场行情 那么启慕先生呢 可以说是近代一个 家喻户晓的这个书画家 但是呢 他这个书画的存实量比较大 据说启慕先生 对于求画者 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但是他这个山水画 还是相当而言 比较少一些 这应该也是 启慕先生的一副精品 或者说很好的一副作品 那么我给您一个参考价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店主给出的第一个报价 45万元 这位藏友你好 启慕先生 目前就是在市场上 其实他的画作 不管是拍卖 还是私下成交 还是比较坚挺的 而且玩行这儿 有句玩笑话 就是自从启慕先生去之后 中国就再无文人了 虽说是玩笑话 可是能证明了 在收藏界 或者在书画界 对为启慕先生的认可 在综合这几年 他的画作在拍卖行上的 一般成交还是比较坚挺的 我给你个综合报价 好 我们来看一下店主给出的第二个报价 第二个报价是55万元 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揭晓专家的估价 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估价是50万元 确实启慕先生的作品呢 在社会上比较多 但是呢 基本上是80年代以后的作品 像这样的山水画呢 他基本上60年代以后就不再画了 基本上都是在他年轻时候 四五十岁所画的 这种坊骨山水 另外呢 这个文物这个东西啊 保真是非常重要的 这幅画呢 我看是原装原表 我觉得这个50万是肯定是有的 好吧 好的 感谢专家的分析 现在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观察席的分享 这个得说说启功启先生 他早期学山水呢 是从宋代的 董元 范宽入手 后来呢他又学原人 原代的黄公广 大画家 画扶尘山剧图的这个大画家 后来呢在这个基础上 他又学明代的文征明 唐伯虎 这张作品呢 可以说呢 他把这几个前人的东西全结合起来 他早期的东西特别的少 而且他晚年画的东西呢 就是竹子了 山水很少很少的 说这张作品呢 非常的好 而且是上等的材料 提供有一个特点 永远是用盐墨 上等的墨 上等的菌 包括它的颜色 全是矿物质 做完这张作品呢 你过多少年都不会褪色的 目前呢这个东西 所有的说话也好 包括文物版东西 物比稀为贵 这张作品 如果在拍卖行的时候啊 大家都会竞争这张作品 因为它少 而是稀 而且和精 这张作品非常好 真的好好珍唐 那么这件藏品呢 会获得华山论件 颁发的真品证书 恭喜你 谢谢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藏友 登场 你好 主持人您好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刘硕 刘先生您好 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金带军摇碗 金带军摇碗 对 怎么得来的呢 父亲收藏的 父亲收藏的 那为什么今天来鉴定呢 怕有些疑虑吧 就怕是假的 对 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疑虑 去年呢 本来想把这个金摇碗的 拿去变卖 就是拿去拍卖了 就给它变现 当时会场呢 举牌举到了48万 哦 这么很好吗 对 本来我和父亲还挺开心的 过了几天 主办方突然告诉我们 留拍了 对 说白了就是 竞拍者他最后没 没结账 但是如果竞拍者 他后来又不买了的话 他自己也是有损失的呀 对 是有损失得扣保证金 对 那当时那场的保证金 是多少钱呢 那次是十万的保证金 那也不少 对对 十万块钱不小的数目 对 他十万块钱直接就扔了 也不买我这碗 就要么是我这东西是假的 或者是他觉得这个拍卖价虚高了呗 所以来找专家来鉴定一下 对 好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藏有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48万元 这就是当时拍到的那个价格 对 精拍就是这个价格 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专家来 变价 时针 有请 举牌呢 是成功了 但是呢 等于是没取藏品 没交钱 是吧 对 其实这种情况呢 在这个拍卖市场上 确实也是存在的 你比如说家里面啊 或者是自己这个经营的一些个生意 各方面突然遇到困难了 这个资金短缺 他呢 有可能就会放弃这件藏品 再有呢 因为拍场上 有的时候这个价格呀 是不容把握的 你参与其中之后 看到别人举牌 你可能还要跟着举牌 所以说呢 拍出来的价格 有的时候会高于你的心理的这个价格的 这个也很正常 再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藏有啊 他对这个东西的心脑啊 把握不太好 他呢 可能又去问周边的朋友 这个时候 可能就是人云亦云了 有的人说这个东西不错 挺开门 而有的人就说 这不是最近这几年宇宙访的吗 因为现在这个君瑶啊 访的确实水平是很高 这个时候呢 他也会打退堂鼓了 咱们呢 就看看这件东西啊 首先呢 我们提到君瑶啊 我们都知道 它是宇州啊 神后镇烧造的 其实它的创烧时间呢 应该是北宋的晚期 金代呢 是它的一个高峰期 到了金元时候呢 在北方的广大地区 可以说形成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这个君瑶瑶系 也就是烧造这种君瑶类型的瓷器 在河南呢 各个瑶口啊 是更是非常多的 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考古挖掘的报告 发现的食物里面 没有超过金代的 也就是它的剩下是金代的 那看看您这件啊 首先这个器物啊 口芽的部分呢 有一些个发黄啊 褐色 这个呢一般情况下 是因为它的柚子薄啊 它往下流啊形成的 而且呢 它这个柚子上面 能看到很多小的那个气孔 底部呢 修的是比较的干净利落啊 它这个电烧的痕迹呢 比较明显 它这个内底啊 它是有一些个外撇 这个墙足 它这个内外墙呢 是满右的 而且呢 我们如果看它这个侧面 这个柚呢 有点不平整啊 有这个流柚和肌柚的现象呢 也是很明显的 那这件大碗 是不是倒带的呢 经我鉴定 真皮 这是一件金带君瑶天蓝柚的大碗 这件东西呢 其实是非常开门的啊 首先呢 你看它这个柚光啊 特别的温润啊 而且这个柚质呢 也是很通透的 看上去以后呢 这种自然的形成的这个宝光啊 确实是赏心悦目 再有呢 我们看到了它这个底足啊 尤其是它露胎处的地方啊 这个电烧痕迹 能明显地看出来 它呢 有一定的色差 并不是那么均匀 有的地方浅 有的地方深 还有呢 它柚层薄的地方 刮出来 类似于这个 涂了一层这个 护胎浆的颜色 其实呢 它就是因为刮柚以后啊 留下来很薄很薄的一个柚子 所以说这种反应呢 也是很特别的自然的 并不是那种人为 故意做出来的 因为这个大碗呢 它的品级啊 比较高 而且呢 品相也是非常完美 我呢 就根据现在的市场啊 给您估一个参考价格 好的 我们专家的估价 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 暂时封存起来 为的是不影响店主的报价 现在呢 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件藏品的市场行情 好 苍友你好 您这件金带的 贴南幼的一个军摇碗啊 然后我有上手看 尺寸非常的大 这种军摇碗 其实在元代来说 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但元代那种碗 会稍微小一点 就十几公分 然后而且就是说 会粗糙很多 它的那个整个右面呢 就没有这个细腻 颜色上来说 也会比这个有一些差异 我个人觉得 像这么精美的一件藏品 而且一点毛病都没有 作为一件这么大尺寸的 很容易在烧造的过程当中 出现就是瓢 但这些的话 非常的端正 几乎没有任何的歪根瓢 连充限都不带有 所以就是给您一个 古玩市场好流通的价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店主给出的第一个报价 55万元 谢谢 这就是金代的天兰柚这个大碗 的确是在当时的 这些碗里面算是上品了 这也印证了一个什么 就是说金代的这个军瑶 和元代的军瑶来讲 其实并不是说 后来越发展成熟品质越高 反而是这个之前的金代的品质 要高于后来的元军的品质 刚才成余店主给的55 其实我是愿意在这个价格上 再加一手的 我们来看一下 店主给出的第二个报价 60万元 好 您好 这是一件典型的金代的大碗 尤其它这个个头 是我见过金代里边是最大的 其次它这个碗的气形 特别的规矩 特别的圆润 而且它那个底足 修足特别的好 尤其是它这个颜色 它的右水达到了天蓝色 我认为它这个右水 相当于是顶级的一种颜色 所以我给你一个我心里的报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店主给出的第三个报价 这只曾净价48万落锤 去流拍的军鸟碗 在被专家鉴定为金代真品后 现场店主分别给出了 55万 60万 68万的报价 都高于其之前的拍卖落锤价 那么这件藏品的市场行情 到底如何 专家最终的估价 又会是多少呢 华山论鉴 马上揭晓 现在就一起来揭晓 专家的估价 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估价是 55万元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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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欢迎您 怎么称呼您呢 大家好 我叫白野 白女士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啊 我今儿带来的是一件瓶子 一个瓷瓶吗 这么方正的一个瓶 怎么得来的呢 是我们家一直都有 然后前些年打扫屋子又找到了 我才知道了它的来历 它的来历 什么来历啊 我也是听我爸说的 说是一九三几年的时候 有人用这个瓶子 跟我太爷爷换了五斤粮食 哦 能讲讲具体怎么回事吗 就是当时我们家胡同口 来了三口人 是一个女士带了两个孩子 然后就挨家挨户地问 能不能给点粮食 然后就问到我们家了 我们家当时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粮食 但是我太爷爷就看 那两个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 就饿得皮包骨头 然后就给了他们点粮食 嗯 太爷爷特别善良 对 嗯 后来呢 嗯 就是第二天的时候 他们来就抱着这个瓶子 嗯 然后跟我太爷爷说 他们家现在只有这个瓶子了 能不能用瓶子再换一点粮食 嗯 我太爷爷就收下了 然后给了他们五斤粮 嗯 那可能是 那家人实在是没办法了 对 嗯 但是我太爷爷当时 其实不知道他的价值 就是想着收下对方 可能心里会好收一点 这样就是我们家给他们家粮食 他们家给我们家瓶子嘛 嗯 然后就是一个平等的交换 对 那今天为什么 突然想到来坚定一下呢 就是想弄清楚 也是替家里人弄清楚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物件 嗯 好的 来 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 心理预期的价格 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藏有输入的 心理预期价格是 十万元 怎么估的十万呢 因为这个瓶子底下写的 大清光绪粘质 嗯 这种老物件 我想着怎么着也值十万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专家来辩驾 时针 有请 这件瓶子跟别的瓶子不一样 我们建的瓶子都是圆形的 这是方形的啊 还有俩相儿 整体呢实在是蓝柚 圆口啊 这是方间 这个气形呢 就是要虫式瓶 这种虫式瓶呢 最早是来源于这个 新七七玉的一个造型 玉虫 它也是内孔是圆的 外边是方的 礼器啊 就是说大型的祭祀活动啊 都会拿着玉 这个来做这个祭祀活动 但是呢 转到祠的方平在什么时候呢 就在南宋时期 龙泉瑶常见啊 就是它不带相儿 才是从事瓶 蓝柚相儿的从事瓶 在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清代乾隆时候 乾隆 嘉庆 道光先锋 同志 光绪 玄通 这几朝都是这个制式 这是下面的款不一样了 再说它这个右色 蓝柚呢 其实在这个唐代出界的词习上 说三材挂蓝 毕竟值钱 但是呢它不能烧到 纯净的蓝柚烧不到 元代开始就是这种蓝柚 我们看到圆周博物馆 蓝柚这个白龙 煤瓶 是吧 还禁止出国展出的一件 这个元代的奠定的基础 到鼎盛时期呢 最辉煌就是玄德时期 玄德时期能把这个蓝柚烧成宝石蓝 康熙 雍正 乾隆 都在追求这个玄德时期的宝石蓝和萨蓝 但是呢这样的蓝呢 我们同称为祭蓝 祭蓝呢 这里有两个字 一个是祭祀的祭 一个是宇字头那个祭 这个宇字头这个祭呢 就是这个演变了 什么演变呢 我们祭蓝 就是如果祭祀的祭的话 一定是跟青龙器 鬼啊 斗啊 这种呢是有关的 可以称为祭蓝 像这种丛石瓶呢 从礼器就变成了一个祭器 还有这个陈设器 到这个大清光绪时期呢 成为陈设器 当时呢 通智光绪呢 有个传办词 还有个大运词 它每年都要烧造 这是一个恭听用词 传统智识的官窑 但是呢 这种官窑呢 这个景德镇呢 这几十年呢 能工巧匠 早都把这做得非常好了 这个丹塞肉烧得非常好 而且气形也做得好 这个一甲乱针的程度 那你这件呢 到底是不是真品 经我鉴定 真品 这是一件大清光绪年制 既蓝又 见耳从事品真品 为什么真品呢 看见瓷器呢 首先这个右色呢 它是非常这个厚润的啊 颜色呢 它侧面看呢 微微的有点那个 像这个波浪的感觉啊 磨着有点像橘皮的感觉 底胎呢 是非常干爽的 大多造假呢 底胎啊 现在有的弄到 那个大漆抿上去 因为这个 当时的陈设也上大漆 但是呢 大漆自然磨寻和不一样 好多新的大漆呢 就是磨得特别均匀 这点主意了 这点就是很多这种房品进入市场 都是呢 大漆弄完之后 人为在擦了 把它大漆擦了 很匀和那种小型 像这种呢 它就是胎呢 非常干爽 没有任何服饰物来服饰它 右和胎呢 特别紧密 特别是大清光绪年制的几个字啊 我们看见青花 一般看字款很重要 因为字款的发色呀 起到很多作用 但是这种瓶子 你要看发色 你看不了 因为它这发色呢 有点发黑 它浓淡呢 不是很明显 方瓶呢 它这个制作难度呢 相当高的 在古安行流行一句话 一方顶十元 就是我们拉延器物 用这个钻子是圆的嘛 我们可以拉 但是方瓶呢 它要对接 拼接而成 先做一个泥板 然后呢 快干的时候 切成四片 量好吃寸 再拼接 拼接完之后呢 再叫底部安上 修完里面 再跟着烤 安上之后呢 项耳呢 它是合模制作的 因为它要 如果都要实体雕塑的话 它俩不一样 收缩也不一样 所以说这种线耳呢 斜那个环 这线耳呢 是一个 当时有个模具 做完之后 再堆接上去 所以说很难得 为什么呀 它要烧完之后呢 就是 只要有一条缝隙 这件器物都废了 所以说呢 它要一定 每一个地方 都要打磨拼接 要到位 所以说呢 保证到现在 这么完整 我给你一个市场 好流通的价格 好 请专家输入估价 好的 我们专家的估价 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 暂时封存起来 为的是不影响 店主的报价 现在呢 就来了解一下 这件藏品的市场行情 先恭喜这位藏友啊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积德行善 非常不错啊 我个人就建议 这回去后就在家摆放着 一带一带传下去 大善之家 看着它 非常不错 咱再说回这只 季兰柚的宗室 夏尔萍啊 颜色稍微 烧的有点深 完了 因为它毕竟是船式的嘛 所以说有一些小飞皮啊 小科奔啊 有点船式痕迹啊 再加上它烧的颜色 再深一点 这个极点 综合起来 我给你个目前市场上 古完成这边好走的价格 您看一看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店主给出的第一个报价 15万元 这个周易上说 既善之家必有余庆 那么这一件从事品呢 可以说是你们家既得行善加封的这种 这个亲历者吧 那么所以说 但就这件而言的话 它不仅是一个 蕴含着历史和文化的一个收藏品 同时呢也是一个传承 或者说承载了你们家这种 既得行善这种加封的一件艺术品 像这种品的话 我去年应该说过手了一个 跟您店一件品质应该差不多 所以说我给您一个 那么市场上也可以说 现在可以流通的价格 那么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上涨的空间 好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店主给出的第二个报价 20万元 向尔屏这种器型 其实从目前的现存资料来讲 普及的比较早的时间是从宋代 宋代的同气当中就有这样的向尔屏 而且这种向尔一定是成对的 这个对称出现的 没有说这个单只出现的 然后一直延续用到清代 其实这个是象征了当时 无论是这个帝王也好 还是民间也好 借助了大象的一个吉祥的寓意 就是太平有象 而且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这个器型也是非常方正 所以能放在家里面作为传家宝 象征这个太平有象 平平安安的这样一个寓意 像这个价格的话 就是说去年我这边过手的一支是17万6 今年的话到下半年这种价格 应该还是要涨一些的 我给您举一个估价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店主给出的第三个报价 第三个报价是22万元 现在呢就一起来揭晓专家的估价 我们来看专家的估价是16万元 我给您的16万是一个行列好好流通的价格 并不是说拍卖能拍16万 行列好流通的价格 这个颜色它有点淡蓝色 如果再重点的颜色可能20多万了 在这个艺术品收藏里面 其实差一点 其实也差 差的蛮多的 我希望你好好保护收藏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观察席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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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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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称呼呢 大家好 我叫任洪明 任先生好 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啊 我认为这是乾隆时期的铜鞭钟 哦 乾隆时期的鞭钟 我知道鞭钟一般都是成套的 那这个您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这是我头两年去潘家园光市场的时候买的 当时花了多少钱买的 当时花了两千块钱 那今天为什么来鉴定呢 主要看真的假的 是不是我讲了个漏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会简陋呢 因为古宫里边收藏了有一件鞭钟啊 我看着非常好 然后我在逛那个潘家园市场的时候 这一件呢比较像 像古宫那一件 但是古宫里那件是镀金的 写的是乾隆年间的 然后材质是不太一样 我就来鉴定一下 好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藏有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2万元 为什么呢 我认为如果是乾隆时期的 应该值这个价 那么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的同编钟呢 我们就有请专家来辩假时针 有请 任先生带来了一支小铜钟 自认为是乾隆时期的 一说到乾隆皇帝啊 那名气当然是大得不得了了 他其实跟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一样一样的 都热爱收藏古物 他不但热爱收藏古物 他还对他喜欢的历朝历代的一些古物啊 大量的进行仿制 说到乾隆皇帝对于古物的那种仿制呢 我们就要提到乾隆55年 公元1790年 乾隆八十大寿的时候 乾隆皇帝啊 专门命令造一套金编钟 这套金编钟呢 必须要按照历史上有记载的编钟的名字来铸造 一共十六枚 一共十六枚 上面呢 柱有海水江崖 飞龙在天 祥云撂绕 顶上呢 是用双头的铺牢作为中有 全部编钟 花弃了黄金 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 铸造的可以说是精美绝能 极为奢华 堪春西式国宝啊 那么这套金编钟 在此后的日子里 每逢帝后生日 新皇帝登基 大婚 元旦冬至 祭祖物 还有庆丰收 这样一些重大的节日里呢 都会被拿出来使用 那么这一套金编钟呢 现在就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里面 以它自身的 潰立的形象 默默地述说著 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 我们看你带来的这个铜钟 它上面呢 有一个长长的靶 这个靶呢 称为蛹 因此呢 这个铜钟称之为蛹钟 它上面呢 有一个环 这个环呢 称之为玄 前面有一个钮 称为雾 汉字的词语当中 有雾玄 雾玄 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 钟上面突出的这个乳钉呢 称为煤 煤与煤之间的这个空档呢 称为转 而中间的这个树的空档呢 称为针 底下 空白的地方呢 用来敲打 演奏的时候 钟锤敲打的地方呢 称为鼓 两边 合瓦的 向下垂的尖角呢 称为 险 铁钟的这个名称 都是有专门的描述的 这一点呢 在战国时期的巨著 烤工记当中呢 都有详尽的描写 我们看这支钟 这支钟呢 整体的钟的形状 做的是比较规矩的 而且呢 柱的也比较厚重 上面的这个皮壳呢 看上去也有点老气 那么 这个小永钟 究竟是不是如任先生 所想象的那样 是一间乾隆时期的 防骨器呢 请我坚定 请我坚定 防 这是一件 现代 仗乾隆 防骨 勇宗的工艺品 我说什么 我做了 这事呢 就是 我说 对 我做了 很高兴 就不得了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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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了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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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感谢专家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观察系的分享 刚才一上来都在说 这一个编钟 这一个应该还是不能够叫编钟 一个编字它还是我们叫成编的东西 我们把它叫编钟 一个就是单独的一个钟 刚才成老用的很规范 我们把它应该是叫涌钟 就是它有一个长长的涌 这个钟有好几个类别 这种长涌形的我们把它叫涌钟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把它叫扭钟 它这个悬挂的这个位置是一个扭形 一般来说在我们的这个周代的时候 这个钟呢 这个涌钟呢 它个头都是比较大的 就小的是那种扭钟 它是比较小一点 还有一种呢 是那种平口的那种钟 我们把它叫编钟 然后这个 这几种类型的钟呢 然后会给它成编 编成一套 在我们整个这个周代呢 其实这个编钟呢 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礼乐文明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在我们的这个青铜这个时代呀 其实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重器 我们把它都叫做礼器 然后把这个编钟这一些呢 把它叫做乐器 我们说礼呢 是体现的是等级 是体现的是威严 但是乐呢 它是体现的是一种和 就是说有这个乐它加入以后呢 让我们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礼文化呢 又有一个和文化的这么一个概念 往下在流淌 咱们这件东西呢 虽然是一个繁品 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呢 也可以承载着我们中国这种礼和乐 这个秩序和和 它的这种传统的这么一个内涵在里头 也可以平时呢 也可以做一个完善的一个工艺品 自己把玩也是挺好的 看来简陋没那么容易啊 没那么容易 好的 那么就非常遗憾了 但是还是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也长知识了 本厂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 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 是它背后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这也是我们华山论剑所一直关注的 接下来呢就有请观察席来合议 决定点亮本厂的哪件藏品呢 用文化点亮产品 经观察席合议 本厂点亮的产品是 金代天蓝柚均咬网 天蓝柚是天空最纯净的色彩 道家所谓武色令人目瞒 武音令人耳聋 现助爆破 少思寡欲 由此崇善清淡含蓄之审美 孕育了宋经时期对青蓝色彩的偏爱 江里江山瑞赫祥吉 更造就了君尧天蓝柚 幻化玉语成清的绝代风华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北京天雅股完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华山论剑 再见